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請各位打開這個152頁 跟各位介紹就進到明治後期 明治後期裡面其實把西洋的文化 進到日本的社會速度越來越快 對日本整個社會的衝擊也越來越大 這個時候的傳統的日本文化 就越來越難保存 越來越難守住 有這樣一個時代的一個趨勢 那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明治後期的日本文化史 是如何的發展的 這裡面第一個我們有提到 國民主義跟國粹的一個保護 那文明開化是明治維新的三部曲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政策之一 跟富國強兵還有職產新業並列的 但是文明開化也是最難的一環 在方法上 他基本上就是說要尋求的歐化政策 這樣一條路線去走 但是其實因為這個時代的轉變 尤其是物質的文明 這個太吸引人了 速度太快了 所以導致日本整個社會幾乎會達到忘我的境界 就是說什麼東西都比我們的原來的日本東西 都還要好 有那種錯覺 一開始因為新奇 好奇 然後好用 而且是實惠等等讓你去有一個錯覺的時候 其實我們東西好像傳統的東西一無四處 它的東西都是最好的那種錯覺產生出來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危機 另外一個是富國強兵 也是明治政府很重要的一個政策 就是說這個明治政府的政策裡面 其實有很多不被國民所接受的 因為富國強兵 各位都知道 國家要富強其實不是建立在 侵略別人的一個領土 不是富新軍國主義 然後去做一些引起戰爭的這些事情 所以在明治政府往富國強兵 那條路發展的過程裡面 我相信有很高的比例的日本人 他是很不願意 而且不以為然的 可是這裡面其實涉及到一些很嚴重的問題 各位不太清楚 我簡單做背景的一個說明 明治政府一開始出現之後 其實它的財政是很困難的 財政是惡化的 政權在高層的 政治人物之間的派系是淋漓的 也有鬥爭 所以也不是很穩定 那財務不好 政權又不穩定 怎麼辦 這是當時民治政府沒有辦法不去思考說 對外侵略這樣的一個手段 那麼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 給各位瞭解 腳五戰爭 失敗的之後 簽訂了馬關條約 日本稱為下關條約 大家都知道 賠款 就賠款就賠款這一條 多少 兩萬萬兩 對不對 其實我收過了 原先不是兩萬萬兩 原先伊藤博文提出來的草案是三萬萬兩 但是李鴻章在簽約的談判過程之中 被一位二十六歲的地方的小流氓 近距離的開了一槍 但是那一槍 很奇怪 聽說只有從這個眉毛這樣畫過去而已 他是一個謎 沒有死 跟連聖文那一槍我覺得還滿像的 沒有死 沒有死了以後伊藤博文最緊張 因為他知道從國際社會的角度來講 一個戰敗國的代表使節到你日本這個國家來 來談判簽約的一個全權代表 竟然你們有人要殺他 如果李鴻章死掉了 我跟各位講 臺灣的歷史改寫 不會 不會給 應該不會給 整個國際局勢就改觀了 各位回想當時在前面還有一個三國干涉環寮 有沒有 成功了沒有 成功了 其實那個遼東半島的復原比臺灣大多少倍 都已經講好了 都已經幾乎就說好了就是給日本了 但是三國干涉環寮以後成功了 不給你日本 有這樣一個情形 呂順這個港口後來他就沒有拿去了 所以他們很怕這種情形再度發生 伊藤博文據說他在日本 調了五六個最高名的醫生去搶救李鴻章 當然這樣而已不會死掉 救火了 兩個禮拜就沒事了 那李鴻章也乘勝追擊 他說我命都快沒了 怎麼辦 你們對我這個樣子 其實在簽約的過程 我們可以去看那個檔案 電報 幾乎李鴻章每天向慈禧太后去報告 去請示 而慈禧太后也做了決策的命令說 臺灣一定不能給 伊藤博文說什麼都可以不要 臺灣我要定了 我一定要這樣子 那李鴻章說那我這個怎麼辦 我這個怎麼辦 因為這個減了一萬萬兩 所以最後的條款裡面是兩萬萬兩 這樣可以理解 所以這一槍還滿值錢的啦 那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兩萬萬兩到底多少錢 拚都沒有 不知道吧 兩萬萬兩到底他當時的數量 他的價值有多少 光是兩萬萬兩搞不清楚 那我告訴各位 有專家學者研究 有人說民治政府年度總預算的五年的總預算 有比較保守的人 最後我看到一篇論文寫的最少的 還有3.4年度的總預算 各位 日本是誰養大的 清朝啊 清朝啊 年度總預算 我們不要說五年 3.4年可以吧 師大 我記得是師大一位教授 歷史系的教授 他研究 3.4年的錢啊 日本政府完全不用緊張 把那個錢拿來 慢慢就可以經營這個國家了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所以當日本面臨到財政困難的時候 其實有這一筆賠款對日本的財政的付出 不是說只有幫助而已 他那個幫助是相當大 對後面的影響相當的深遠的 這一點可能要跟各位做個補充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國民國家的一個建議的過程裡面 民主政府也發現到一點 就是說從美國的培里艦隊 叩關日本之後 所謂的二次賣互信契約簽訂以後 一直有很多什麼互信契約等等一直簽下去 沒有一條是平等條約 沒有一條是平等的條約 這個事情如果不趕快處理 那日本這個國家 將來他絕對不會是一個世界的強國 不管在東亞 那在世界更不會是一個世界的強國 所以他們用盡很多的人力 物力 財力 在趕快處理不平等條約的解除上面 這跟清朝不太一樣 也就是這個東西如果不被解除了以後 我沒辦法跟你平起平坐 像這個所謂的領事裁判權 片面的罪惠國待遇 有沒有 就是說這個外國人在日本犯罪 你日本不能判他刑 把他抓起來以後你不能判他刑 你要把他是美國人要送回美國 他是中國人要送回中國 你自己完全沒有主權啦 這是一個 那麼片面罪惠國的待遇 就是予取予求人家說關稅零就是零 多少就是多少 那這個國家的經濟也完蛋了等等 這些很多不平等條約 其實都要廢除掉 中國也不是說沒有簽過平等條約 我大概也跟各位介紹時間點應該是1871到74年 這段時間是我們包括講這個日本文化史都會提到 每一個時代幾乎都會提到中國跟中國的關係 中日之間自古以來雖然有很多文化的交流 有人講一一帶水的關係 可是各位到這個時間點為止 中日兩國之間並沒有正式的邦交外交的簽訂 也就是兩國之間並沒有簽訂任何邦交的條約 這個時候才簽訂一個叫 中日修好歸約 而中日修好歸約在簽訂的過程裡面 各位看一下為什麼弄了三年 將近三年 簽一個月簽那麼久 原因在哪裡? 其實日本一開始像以李鴻章為首的中國領導人 講的理由就是一個 說中日之間我們兩個要聯手來對抗歐美好不好 也就是說當歐美的列強侵略到亞洲來的時候 侵略到你中國 我日本啊 挺你 所以我們兩個要簽一個友好的條約 共同抵禦歐美 那聽起來李鴻章會反對嗎? 絕對不會反對 有沒有人會反對? 因為跟日本合起來力量更大來抵禦歐美 很好啊 沒有反對 所以當然說好 但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這個中日修好歸約後面 如果我沒有記錯 如果我沒有記錯 有 通商章城 有一些外交官 商務人員 他們仔細去看了這52條通商章城以後 發現條條都是陷阱 一簽下去是中日不但不友好 而且是一個對中國來講完全不平等的條約 那麼這事情被發現以後就趕快跟李鴻章報告 那李鴻章就說停 停 這樣子不行 你兩面手法 一方面說我們要抵禦 共同來抵禦歐美 我們平起平坐 然後後面弄了一些陷阱 你是要這個讓我們開國是不是 發現所以就停了 停了以後日本也發現說 這個事情麻煩了 那怎麼辦呢 他不斷地派遣使節去 去北京然後去談判 那北京後來採取滿強勢的就是說 比如說有一個havening的就是說 你們所有的大使也好 代表團來 就見了我們的皇帝 第一個要下跪 那日本說No 我不是你們的官員 我不可能向我們的皇帝下跪 那其實是兩國之間的國格的問題 就在那邊拔河 包括這些問題都浮上檯面來 因此這當中的爭執是弄了兩三年 最後把這一些條款以逐一逐一的修訂到最後 沒有問題以後才簽訂了這個修好歸 這是一個歷史的背景 可能跟各位要做一個報告 所以這個條約可以稱為說是一個 中國跟日本之間簽訂的 是不是唯一的可能還要代查 但是是應該是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平等條約吧 平等條約 中日之間 那麼這個簽訂了以後到1877年的時候 中國正式派遣了公使住在東京 才正式的有了一個外交的關係 如果各位在歷史上還記清楚的話 第一任的公使叫何竹章 其實他不是外交官 他完全是酬庸的 完全是酬庸性子的派住在這個東京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那這裡面其實在同時期裡面 還有台灣的問題 還有琉球的問題 其實非常的複雜 總之日本在互國強兵這個部分 其實他們已經意識到 第一個 錢的問題財政要去解決它 第二個 國家要互搶 不平等的條約要廢除 不平等的條約要廢止的同時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還是講一下好了 各位聽過牡丹社事件吧 知道了幾首 好 牡丹社事件又稱為台灣事件 在日本稱為台灣出兵 時間點也剛好在簽約的 剛好簽訂不久的時候發生了 就是琉球的人民 他的船漂流到我們的屏東外海 有一個叫做牡丹社 早期好像稱為車城 有沒有人住在屏東就很清楚 漂流到那裡去了以後 這個琉球的上面就是船上的琉球人民 被我們台灣的原住民好像殺掉了 這一殺殺了五十幾個 五十幾個我忘記了到底正確的數字 就超過五十個 日本不是日本 琉球的人民被殺掉 這個事情引起很大的一個風波 因為氣候的關係吧 那個水草的關係吧 就是海草 潮流的關係 所以在牡丹社的外航 外國的船隻漂泊到那裡去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最早的時候美國的船隻也漂到那裡去 美國的人民也被當地的原住民給殺掉了 所以那原住民看到外國人來 起了衝突以後他殺人 那美國曾經為這個事情 也向這個當時的原住民抗議過 當時在廈門有一個美國住在廈門的一個領事 叫做李仙德 中國人民把他翻成李仙德 這個人他就被派到南部去跟原住民談判說 以後人家外國人來 船隻漂流到這裡 你們不能殺人 他說好 跟他約法上章 結果後來的琉球人又被他殺掉了 這個時候的日本民治政府開始做文章 做了這個文章 我稱為一死兩鳥 第一個就是說趁這個時間點 趕快把琉球併吞回來 所以他就採取了一個策略 什麼策略呢 就是說各位知道琉球在當時 琉球人民被殺的這個時間點為止 他不是日本的 他不屬於日本的 那過去的歷史各位都知道琉球他是 比如說琉球在這裡他是兩屬的 兩屬 兩屬是屬於什麼 中國跟屬於什麼 幕府 尤其幕府的什麼 沙芝馬來管轄 所以琉球在這裡他一方面說 我是屬於你幕府的 然後一方面是屬於中國的 因為他很長的時間一直都向中國來朝貢 因此琉球的一個所處的一個地位 地位他是非常的特殊的 那民治政府早都想要把他併入日本的一個縣 也就是後來的沖繩縣 跟他併去了 有沒有 沖繩縣 其實我們不講沖繩而是講琉球 不講沖繩 那個沖繩縣以後的事 民治政府他認為時機已到 他就說我們要去討回公道 我們的琉球漁民被台灣原住民殺害 我們要去討回公道 而當時台灣是屬於中國的清朝管轄的 所以他就分別有兩個管道 去取得一個有力的說詞 第一個 日本派人到中國去 派人到台灣來 派到中國去 最後見到一個 名字我還記得 叫毛長的人 這個人應該屬於內閣啦 我忘記他的官職了 大概類似內政部長之類的 問了他 日本人去問這個人 問到的結果說 你對台灣是什麼樣子管轄 他說 話外之地 其實是日本要的答案 話外之地就是說 你可以不管嗎 對不對 那既然不是你管的 那我日本政府就好辦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到台灣南部去問原住民 說你們歸清朝管嗎 NO 我們才不歸他管 我們自己管自己 跟清朝無關 其實這個答案有沒有去問 日本都已經很清楚 可是他去問出來 把他文字化 這就是兩個說詞 證明什麼 證明台灣不屬於中國所管轄 這個也無法證明說不是中國管轄 但是證明中國根本就是忽視台灣的存在 因此民治政府的態度裡面就是說 那娶台灣應該沒有關係 所以他們就開始有作為了 那他們開始作為的時候 是從橫濱開始集結 人員 糧食 武器 然後最嚴重的是什麼東西 船啊 對不對 可是當時他們缺船 民治政府 船不夠啊 怎麼辦呢 向英國借 向美國借 英國 美國不宜有他 因為日本都沒有說借了這個船是要去打台灣 他當然不會這麼說 而說借了這個船是要擔任這個運輸的工作 英國就借給他 美國就借給他 可是各位 當時其實媒體都已經很發展 在明治時期的時候 新聞的報導 記者還有照相機 雖然沒有像現在可以攝影這麼方便 但是當時的這個國際的記者 已經在日本到處跑來跑去 所以你這些船隻在橫濱集結的時候 你在搬貨 在人員的進出 其實你是逃不了那些記者的眼光的 而且那些記者也很厲害 開始已經在判斷說 這一艘船要去打台灣 所以他們在很多的外國報紙媒體裡面 就大肆地報導說日本要打台灣 原因就是琉球的人被殺這個事情 其實背後就是說他其實要趁這個機會 去把琉球給他併吞下來 李鴻章也聽到這個消息 因為國外的媒體不斷地傳到中國去了 可是李鴻章他一直認為不可能 為什麼中日修好規約剛遷完而已 剛遷完而已 李鴻章一直不相信日本敢這麼做 那這個船就隨著賴戶內海一直開 開到長期去集結 在這個過程裡面第一個英國已經知道了 說我們大概可以確定這個船是要開往台灣 去打台灣的 英國馬上第一個向民治政府抗議說 你把船還給我 我不租給你了 還給我 這下民治政府開始緊張了 就是馬在這裡有錢啦 美國隨後跟著英國也提出保持重力說 船還給我 英國的船也還掉了 美國的船也還掉了 但是當時其實日本有很大的企業 應該是山林吧 我記得 就是造船的 山林 民治政府投資很多的這個財力 請他們 其實當時就有很多郵輪在跑 繼續造船 所以當時投注了很多的預算去請山林造船這樣子 這個也是在那個時代的背景之下 那其實最後民治政府 他們已經意識到 也感覺到不可以去打台灣 但是那一艘船已經集結在長期了 民治政府有下一道命令說 到此為止 不准你再往台灣走 到此為止 可是在長期的那些指揮官 比如說裡面有一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就是西鄉隆盛的弟弟 他是將軍 他是其中的一個指揮官 最後在長期的那一艘船的決議就是說 沒有 我們沒有接到任何上面給我們的指示 電報都沒有收到 出發 其實他們收到了 但是抗命 抗命 我們籌劃到今天 你政府才跟我一直命令 你就叫我們停止 開玩笑 做不到 所以這個船就往台灣開來 那麼開到台灣以後 就發生了所謂牡丹社事件 那雙方都有傷亡 打了滿久的 那原住民他比較厲害的一點就是說 他不正面的跟日軍衝突 而是把他們引到山洞裡面去 在各個擊破 那當時很多日本軍是因為水土不符而喪命 在雙方衝突的過程裡面 其實日本的軍隊並沒有傷亡很慘重 可是當調停結束之後 他們回城 包括他們回到日本的時候 得到一些傳染病 發高燒 死掉的人蠻多的 死了很多人 我的印象裡面 然後死了五、六百人吧 就是說從日本人來攻打 這個台灣的原住民的這個 當時的一個這個過程裡面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日本輸了 因為他們花了很多錢 花了很多錢 而最後是由美國出來調停 說好啦 你們雙方可不可以坐下來談這個問題 不要再打了 不要打了以後可以談 談了以後就寫了合約嘛 一定要寫 這裡面有一條也蠻好玩的 中國政府承認日本去打琉球是一項 其實這兩個字日本人就夠了 逸舉 然後日本的民治政府從頭到尾就一直說 我成名 我成名 也就是把琉球說你就是我日本人 所以我幫你出氣啊 這個是要併吞琉球最正當的一個手段 那是逸舉啊 這是白紙黑字寫在那個合約上面 寫下去了 那賠款的時候其實只有賠了很少 好像是有一個50的數字 應該是50萬兩吧 50啊 就是很少 但是他花的錢可能這個的數十倍上百倍 花了很多錢 所以在金錢方面其實日本人是沒有得到任何一個賠償 但是得到逸舉這兩個字 那各位可以看到結果 其實琉球最後就是被日本併吞了 廢反制限 成為一個限了 也就是說他們的目的其實最後還是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 而各位再看一下 這個所延伸出來的問題就是最後馬關條約 我們從1895年 再減下來21年吧 也就是牡丹社事件發生之後到馬關條約的簽訂 有21年 這個21年之久日本對台灣做了全盤的了解 就是說台灣是一個好地方 台灣這個島非常的重要 因此將來有機會不要忘記把他拿下來 下關條約的時候 雖然李鴻章除非他死掉 但是最後伊藤伯文堅持到底就是說 一定要拿你台灣 絕對不退讓的 所以最後台灣被他這個殖民跟這個背景 可能要一起來思考會比較清楚一點 而不是一下子下關條約簽了以後 台灣隔讓給他這麼簡單 他其實有這樣的一段背景 好 那現在我們回到說 講到護國強兵 國民主義到最後 國民國家要成立的時候 不平等條約要廢除 在國際上要有地位 那在東亞零有一個殖民地 對日本要升為一個國際強國 是有絕對性的關鍵 各位想一想 當時代在整個東亞裡面 沒有一個國家擁有殖民地 只有我日本 換句話說我擁有殖民地 就可以跟你們歐美擁有殖民地的大國 平起平坐 然後我再把不平等條約消除掉 對不對 我再把琉球併回來 這是一步一步來 日本的政府強大整個過程 他都是循序漸進的 那我們回過頭來在談這個 傳統文化的保存裡面 就有國粹保存的運動 也開始在抬頭了 也就是說這些傳統的 文化也好 文明要素也好 滿重要的東西 尤其是有時候你看不到的東西 可是剛剛我講的那些 好像是最重要的 而看不到的這些東西 應該如果再不好好去做一個宣傳 恐怕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 那我們往下看 他提到一個家治國家 在講到家治國家以前 我想我要介紹幾位人物 這一位人物 平民的歐化主義者 德霍書峰 其實這個德霍書峰 他是一個非常難研究的人物 因為我研究他兩、三年了 發現很難寫 但是我還是要寫 那去年底我才寫了他的這個文章 德霍書峰是何許人緣 也許各位不是很清楚 他是一個雄本出身的一個 一開始是教育家 一開始是平等主義的提倡者 可是到最後他卻寫了《大日本膨脹論》 課堂 這個東西是學期證目的 這個東西是國語的 他卻寫了 英國的某人 他卻寫了 他非常清楚的跟福澤與舉是一樣的 趕快把台灣拿下來 為什麼要把台灣拿下來 台灣的物產風物什麼什麼 如蜀家鎮 整個歷史背景他還講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人物我想 今天大概沒有什麼時間跟各位介紹 我希望下個禮拜 跟各位做一個詳盡的介紹 因為我跑到那個米納摩多 他的出生的故鄉去做資料調查 那麼那裡有一個德富書峰的一個資料館 就是他小的時候在那邊出生 在那邊長大的 他很高 他的鞋子非常的大 大概我的一倍半左右 大概有一百九十幾公分 而且在這個時代他一直活到1957年 各位算一算他幾歲 這樣幾歲 九十嗎 九十四歲 他活得很長 活得非常長 因此他的著作非常的多 很龐大 那這個國民之友是他在東京自創的一個名有書 他後來他的這個著作其實有一百冊 他自己完成了大概有七八十冊 他死掉以後後面的人再繼續幫他完成 好 這我想就是說一開始 他是一個平民歐化主義的一個倡導者 他主要是倡導個人的自由、平等 而且他希望說吸收西洋的文明的一個社群 那我現在要告訴各位 他最後變成一個大日本膨脹者 主要的原因 我看了他的文獻 他自己也說了 我之所以變成說你去侵略別人的國家 把自己壯大這件事情原來我是反對的 最後我贊成 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我剛剛提到的三國干涉環了 呂順 本來是已經煮熟的鴨子了 日本可以拿了 可是最後沒了 他認為 他說呂順本來就是我們日本的領土了 為什麼三國干涉以後可以還掉 國際社會只有一個字 強權 沒有公義 沒有道德 只要有強權你就可以存在 他的整個思維已經變了 所以才會寫了一個大日本膨脹論 還有一個小動作你們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他自己跑到呂順去 因為本來他是一個記者 跑到呂順去裝了呂順的某一個地方的泥土 抱回日本 他說我們雖然沒有占到你中國的呂順 但是我把這個泥土帶回來 象徵了我日本占了你呂順 最後他變成這樣的一個思想家 就是改變了 我們繼續來看第十二章 民治到了後期以後 還是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 我們之前一直跟各位提到 民治以後日本整個國家的發展 所謂的民治維新有三個很大的政策 一個是文明開發 一個富國強兵 後面還有一個職產新業 這是振興經濟這個部分 我們比較少提到 後面還會繼續提 那麼這裡面文明開發的過程裡面 會涉及到傳統的學問 就是我們一路走下來 一直在講日本文化史 這個日本文化發展的歷史的過程裡面 它有傳統的東西在裡頭 換句話說 就是今天我們要跟各位講的 有國翠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到底要不要保存下來 或者是要往近代文明的發展 把西洋文明的東西全部納進來 然後把傳統的東西給丟掉 有很多不同的爭論 國家有政策上的一個擬定 但是這個政策其實在某種程度來講 是搖擺不定的 因為國家往前走還繼續在摸索這個階段 但是人的部分 今天我們要特別的提到很多人物出現 人的部分他就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怎麼講 思想的這個主張 每一個人長在這個時代 他就必須面對這個時代的一些包袱 就像我們這個時代生出來 其實有時候你會很討厭說 為什麼老是中國跟台灣的這個問題糾纏不清 我們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沒有地位等等 讓我們很歐 這些不管你喜不喜歡你都必須承受 因為你生在中華民國台灣 你出生的時代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必須面對我們這個中華民國台灣 所承受的一些事實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去解決 怎麼樣去向未來去走出去 這個是我們必須面對的 就是我們生在這個地方 除非你改國籍 除非你離開中華民國台灣 否則你就會面對到這個問題 比如說你出生的時候 很多事情可以改變 你的父母親是不能變的 對不對 永遠是你的父母親 那個是一樣的 那我們講到這個傳統跟近代的時候 就有很多思想家 他們對於這個所謂的富國強兵 一開始並不是很了解說 民治政府的富國強兵是要做什麼 可是當慢慢知道這個富國強兵 他的基礎必須建立到發展軍國主義 或者是侵略別人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知識分子他是不願意的 大部分的老百姓他是不願意的 每年8月15號所謂修身記念日 那個前後的一個月 各位看電視也好 電影也好 日本的媒體幾乎不斷的幾十年來 都在重播那一段戰後歷史慘痛的教訓 那麼有很多時代劇 電視劇、電影都是以這個為背景 在做描述 一直到現在其實都沒有變過 我們經常看到一個畫面 就是說沒有國哪有家 那種愛國主義的情操跟個人的一個親情之間 如何去割捨 我們看到日本人日本這個民主 他還是忍痛犧牲了自己成全這個國家 我們可以看得到 因為媽媽 我們經常看到一個畫面 就是在那段時期 莫名其妙 自己的兒子就被徵召去當兵了 他十幾歲而已 自己從小這個生出來的小孩 一直的呵護他、愛護他 到十幾歲也還很年輕的時候 突然有一天接到戰爭的命令 你就必須為國家去服務 而那個媽媽心裡面很痛 強行的流下眼淚 但是最後她還是會把小孩送走 小孩不願意或是願意 她都會去強忍下來告訴她 你必須為這個國家而戰 出去戰 有回來跟沒有回來的 那個比例沒有回來的很高 最後其實是接到一個通知 你兒子在哪個地方 為國捐妻 接到的是一個死亡通知 這樣子的一種情景 在那個時代裡面其實描述的相當的多 那麼當然明治這個時期還沒開始 可是因為所謂的富國強兵 後來往那個我們可以看大政昭和的 這個方向去發展 一直到他們發展了所謂大東亞的貢農圈 到1940年代的太平洋戰爭 那麼即便是最後的結果達到富國強兵了 可是我們要講日本人的生命 犧牲了多少 死了多少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在富國強兵這個部分 其實有很多老百姓是不贊同的 是批評的 民間批評的以外 這裡面有一些比較有念書的 對國際觀 對整個國家 他比較有概念的 大部分他們都有自己的這個主張 所以這裡面還有一個就是說 西洋的文明我們要去攝取它 吸取西洋的文明 這件事情基本上反對的人很少 可是程度如何 要不要把傳統的東西給捨棄掉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把西洋文明的東西 也就所謂全盤西化的時候 那日本的國粹 日本的傳統的學問 文明 文化 可能會面臨消失 這樣好嗎 這是一個疑問 所以這個是有一種危機感 在這種危機感的時代背景之下 就產生了我們第一節 在152頁現在馬上要介紹的這個 國民主義跟國粹保存 這些運動的抬頭 那這裡我再跟各位說明一下 就是三大主軸裡面的文明開化 我們提到傳統的部分 今天要講的是傳統的部分 有很多知識分子提到國民主義 什麼是國民主義 這個今天我們要解釋 第二個是什麼是國粹的保存 國粹 國粹的一個保存 那是在傳統的這一塊 那麼這個時代已經是明治時期了 所以這個時代的潮流是擋不住了 時代的潮流擋不住 像各位現在所面臨的時代 是所謂全球化的時代 它是擋不住的 近代文明在當時代也是擋不住的 我們回到這裡我要介紹一個人物 這個人物叫德鋪舒峰 那其實在這個時代裡面 強調國民主義、國粹主義有很多人 那這些人一開始有的人是反戰的 也就是說反對這個所謂的軍國主義 去侵略人家 有的人是反對的 但是後來他卻贊成了 比如說德鋪 這個人他是先反對 那後卻贊成 這樣子 這樣子 那也有喔 等一下我們如果有機會再跟各位介紹一個 叫Uchimura Kanro 這個是先贊成 然後後反對 就是這個時代的思想家 大概有這兩種形 有關於我們今天介紹的 文明開化走到富國牆壁這個階段 對於戰爭 對於吸收西洋文明 如果去看他 每一個思想家他的看法都不太一樣 先反對 然後贊成 他一定有一個原因 先贊成 後反對 他也一定有一個原因 不會無緣無故 也就是說一開始說戰爭啦 比如說甲武戰爭 熱戰爭 這個好啊 打啊 贏啊 很好啊 國家強啊 可是最後他卻覺得不對啊 不對啊 不應該這個樣子 開始反省 反省的時候其實一直在寫反戰的東西 那像這個內村建山 其實他是受到宗教思想的影響 宗教給他一個反思的力量 有這樣子的情形 那德富是怎麼樣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那另外一個 比如說山宅雪嶺 這個嶺上面能打錯 加一個山才對 那個嶺是有 明年上面有一個山的 那我們一開始講這個德富書風 他是創了明有色 發行了國民之有的這個雜誌 也就是說他提倡的是一個平民的歐化主義 所謂平民的歐化主義就是說 西藏的這個文明並沒有反對 等一下我跟各位介紹 德富書風的生平 他的思想形成跟他的為何轉變 還有他對中國怎麼樣 對台灣怎麼樣 他有一系列的這個思想的形成 跟轉變的這個過程 那每一個人都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他主張個人是自由的 個人在這個時代裡面要講求的是平等 不要忘記名字進到這裡 雖然是後期的 可是前面有兩百六十幾年 他是德川的售博時代 他是階級劃分非常清楚的一個時代 不講平等的 有沒有 之前我們有跟各位介紹 西洋的宗教 當他把人生而平等自由的理念 帶到德川社會裡面去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被封殺 被驅逐出境 最後被禁教 是不是 那這裡面其實是宗教之間 傳統的宗教跟外來的宗教之間 他們有一個彼此在禁合的一個關係 這樣子的一個背景存在 比如說傳統的宗教 我們都知道是神道 當神道的思想 在日本生根發展得好好的時候 來了一個儒教進來 來了一個佛教進來 來了一個西洋教進來 每一個階段他都有衝擊 每一個階段他都會掀起一些社會上的 宗教的一些問題 所以這個歐化主義是不是好 我想也是所謂的善比流容 有人認為好 有人認為不好 可是講到自由 講到平等 沒有人說不好 大部分人都說好 這就是西洋文明的一個魅力吧 在當時代來講 好 那另外有一個山宅雪靈 他也這個創了一個雜誌叫日本人 那還有一個叫陸歐楊這個人 他也是以這個所謂國民主義 為主要的這個思想的訴求 辦了一個新聞叫做日本 那各位看那個雜誌的名字 還有新聞的名字 你一看就很清楚了 他應該有治國意識很強的東西存在 對不對 因為雜誌的名字叫日本人 新聞的名字叫日本 今天我們如果在台灣辦了一個雜誌叫台灣人 你還沒有打開 你應該會意識到 這個應該有台灣人的意識形態在裡頭 對不對 然後台灣這兩個字 他的訴求應該會是講台灣 沒有錯吧 大概有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他們是很擔心西洋文明進來 我們全盤吸收的過程裡面 日本這個國家到底還要不要傳統的 還要不要國粹這種東西 就是傳統的這種學問 文明 文化 這種特質要不要保留下來 他們會擔心 所以他們創辦這一些雜誌新聞 目的在做什麼 目的在呼籲所有的讀者 也就是呼籲日本社會 包括當時代的日本政府說 你們要注意這個問題 不要拋棄傳統的東西 不要忘記日本是什麼國家 原來是怎麼樣 不要忘記日本人原來還有什麼想法 我想這是他們的訴求 所以就是說對於全盤西化 完全沒有去做批評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的潮流 他們感到憂心 所以他們反對這樣子的沉默 不表態的一種社會的心態 這種社會的現象 這些思想家他們認為 我們應該出來講講話 所以他們主要是希望說 日本固有的傳統之間有所謂的 傳統學問的價值是什麼 真善美這個東西 我們必須去不斷地追求 不但不能放棄而去追求它 這個我想是很重要的 所以所謂的國民主義跟國粹主義 就是國民精神 它是很重要的一個價值 所以這個價值不但要去把它恢復 而且要發揚光大這樣子 這個是他們的訴求 另外就是說我們既然有傳統的學問 在恢復自己的國粹的同時 我們也要呼籲國民的團結心 鞏固我們國民本身對日本這個國家的一個力量 他做這樣的一個呼籲 但是他們也沒有說外來的東西不可以 是外來的東西對於日本民治政府當時代 能夠往前推動的所有的因素 他們也贊成接受 換句話說他們的訴求是什麼 這個融合有兩個字 也有這個合 就是說東西文化 東西文明並存 就是同時存在這兩個東西 不要故此之彼 另外能不能達到融合的階段 然後讓整個民治的這個國家往前推動 當然他們還有一個比較的心態 這個比較的心態是什麼 希望能夠跟歐美 當時對日本來講是一個先進的國家的歐美 並駕齊群 甚至於他們潛意識裡頭 應該還有一個這個希望超越歐美 至少在這些知識分子當中 他們有這樣子的一種比較新的一個思維 所以包括政治體制的這個改革 這個國家主義或者是即將可能在日本 帶來很大衝擊的一個 以個人主義為導向的一個社會 他們希望是留歐立制兩立並存 我剛剛講的就並存 所以他們提倡的是所謂的立憲君主制 就是這樣的一個體制 那麼這個包括文學的這個面 文學的領域裡面 歐洲當然有歐洲文學的一個發展 那麼歐洲的這個文學 我想在這個時代的日本的文學家 去接觸到以後我相信都會感到震撼 感到嚮往 想要去吸收 這是一定的 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 其實之前我們介紹德川時代 有一個原路時代有沒有 原路這個時代 剛好是在18世紀初期開始的日本社會 是我們講到傳統的日本文化 這個發展到非常的高潮頂尖的一個文化 這個時代 也就是說希望對於原路時代的文化 包括文學再做一個評價 然後再來吸收歐洲的這些東西 來做一個對比 來做一個平衡 然後希望達到並存 融合 這樣一個境界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就是在18、90年代 發表了一個叫做教育直後 這個是滿重要的 從日本人的 對日本人的一個教育 或者是思想的 應該是改造也好 我相信它是無比的重要 任何一個政權它們都會有一個主軸的思想 你說它洗腦也好 你說它強硬的一定要你怎麼做也好 其實都有 對不對 過去的共產黨一定有 毛澤東 過去到台灣來的蔣介石政權 過去的日本在殖民台灣的時候都有的 那麼這裡面提到他們的教育放針 其實是在明治天皇的時候 主要講到的這個是忠君 這其實是奉獻倫理裡面 那忠君其實就是愛國 忠於 忠於祖君 那麼忠這個字呢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我們看看日本人 講個人來講 日本人也講 現在也講忠 忠裡面我自己個人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要把信也排在一起 就是也一起來思考 信 信就是信用嘛 對不對 人要講信用 第一個是忠 忠呢 做得好的話 基本上是人格上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信做得好的話 當然也是人格上很重要的一個特質 而這個信做得好的話 你的人際關係應該是滿不錯的 那這個思想主要是在建立在忠君愛國 提升這樣的一個思想概念 讓老百姓能夠 怎麼講 把這兩個概念提升到最重要的層次來 因為國家是一個非常時期 所以忠君愛國請大家去了解 而我們可以看得到他的所謂 教育次儀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不謂是儒家的傳統思想 等一下我也可以看 其實這個網站上都已經很多了 而且教育次儀的研究 那簡直是多得不得了 你們自己可以看 而這裡面傳統還有一個是尊王思想 在西洋近代的這個過程裡面 尊王的這個思想如何去做一個 這個愛國心的一個培養 我想這個其實非常重要的 可是到最後當戰爭來臨以後 好像這些聲音慢慢的就不見了 最後縱日矯午戰爭 日本人贏了上千年來的老大哥 中國以後好像忘我了 老大哥都被我們打敗了 我們還有什麼不可以做的 1895簽了麻煩條約以後 在亞洲擁有第一個殖民地 也是唯一擁有殖民地的國家 拿這個當口號去希望跟歐美平起平坐 因為歐美的所謂強權的國家 沒有一個國家 沒有殖民地 當日本拿到一個殖民地的時候 他是一個籌碼 無賭有二 20世紀開始 日二戰爭又贏了 又贏了 這個時候的日本 我相信我們現在要講的這一些傳統的東西 恐怕都被他拋到腦後去了 但是這個過程我想讓各位了解一下 重新提起 字幕提供佛教 CEO Of Re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